這件事情我們上一次看熱鬧 因為美國公佈了 所有中共火箭軍六個基地 然後所有的旅名字 有什麼東西全部都被公佈了 我們今天要請瑜伽去來看門道 現在有一個YouTuber YouTuber都可以把這這麼精細的 到底哪裡針對台灣寫的一清二楚 這位YouTuber是我的好朋友 是你朋友 對 我跟他很熟 我跟他做過聯訪 我們很熟 他在美國 那麼這一次 他鉅細靡遺的解決了很多 大家腦中的疑問 很多人說我告訴你不要惹中共 中國解放軍這麼多導彈 你看美國就公佈他有六個導彈基地 他的所有的導彈上千發 如果全部打台灣就打成馬蜂窩了 台灣就完了 所以今天這次這位網紅就告訴你說 會不會完蛋 會不會 對 第一個大家想想看 我們一座基地 不管是機場基地 或者是我們兼顧陣地 要多少枚導彈可以把它給打爛 多少 一發嗎 兩發嗎 三發嗎 五發 告訴你 八十發 八十發 這麼精準 一個重大的一個機場 或是重大的港口 或是重大的一個指揮所 你要八十發才能夠把它摧毀 它所謂的導彈是指這些嗎 巡航導彈 東風也要八十發 是 他們上千發的導彈 事實上能夠打台灣的大概一千兩百發 其他的 你打到一萬多公里的打台灣嗎 繞過半個地球再來打台灣 那是吃太飽了 另外超過三千公里的 東風二十一滴 東風三十 這是打台灣的嗎 不是 那是打第二島鏈裡面 關島還有美國的航母的 所以有的叫航母殺手 有的叫關島快遞 是這樣來的 那真正能夠打台灣是什麼 就是短程的 例如東風十一 東風十五 這些比較短程的是打台灣 這多少枚 一千兩百枚 那麼一千兩百枚 那一千兩百枚也很多啊 如果一千兩百枚一次發射到台灣 台灣不就完了 沒有辦法發射一千兩百枚 為什麼 因為沒有那麼多發射架 你那個飛彈不是擺那個地方 它就自己可以發射 它要有發射架 所以說中國包含了61基地 附近的這個五個旅 就算把好了 把江西的也抓進來好了 能夠打到台灣的所有進程 導彈一次 所有發射架滿裝全部打 四百枚 那你說四百枚也很多啊 我剛不講過 八十枚就可以毀掉一個基地嗎 那四百枚也很多 可是你要扣掉不良率 對 就是妥善率沒有到百分之百的 一般的飛彈妥善率好 百分之九十好了 然後再加上我們的攔截率 所以說真正能夠四百枚打出來 能夠落到我們基地的 大概多少發八十枚 就是八十枚 那八十枚全部都打在一個基地嗎 不可能 那我們有多少個重要設施 超過六十個以上的重要設施 所以就算你第一波四百枚全部打出來 能夠毀掉一座基地就不得了了 對 所以沒有那麼可怕 所以這個導彈的短程旅啊 近短程的飛彈 包含了長艦全部加起來 七個全部對準台灣的這些導彈飛彈旅 全部最大能量就是四百枚 所以這個火箭軍 中共的火箭軍 就是縮的一口好導彈 而且我們用熊二就可以源頭打擊 意思是說 我們用熊二就可以把這幾個通通炸爛嗎 對 就是這次這個網紅 就直接打破了所謂導彈萬箭打台的一個傳說 萬彈打台的一個傳說 就是一次把台灣所有基地全部癱瘓 我第一波打下來 台灣所有基地都癱瘓了 這個Youtuber就告訴你 那是假消息 最多80枚落地能夠破壞掉一個基地 就已經很精準囉 然後呢 我們會在他第一波打完之後 我們馬上就會源頭打擊 相對的 你的這些近程導彈 我們也會至少摧毀你這麼多 你能摧毀我多少 我就摧毀你多少 所以說如果第二波還能打四百枚嗎 沒有了 就減半了 就是這個意思 是